接下來 甲乙餅三個都不容於水 有給體積有給質量 為什麼要有體積有質量 那麼你就可以知道密度 然後你都會知道會成還是會 然後你就可以判斷 請問你誰的福利會最小 誰的福利會最小 這三個裡面甲乙餅 誰的福利最小 然後呢 誰的福利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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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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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會沉會浮 怎麼知道會沉會浮 密度比水大就會沉 密度比水小就會浮 體面上面有質量 有體積 你可以算密度 把它算一算 假密度呢 0.5比1小會浮 你的密度是一剛好就在水裡面任何地方 我講過你可以當作它沉或當作它浮 我的習慣把它當作它是浮的 浮在水裡面 然後這個頂的比1大 所以會沉下去 會判斷沉浮 下一步就要找BVD 把BVD來判斷 然後對這體的原理也可以用浮體原理來判斷 因為它上面三個質量通通都一樣 三個質量通通都一樣 所以我們用浮體原理判斷的話就怎麼樣 假會浮 也也是恰好浮在水裡面 所以假以來浮體多多少少 都等於物重 都是20克重 可是秉承下去 對不對 秉承下去 所以浮體就會小於物重 浮體物重 小於物重 那你可以算出來 體積是10嗎 就浮體又是10X1 藍是10也可以 但是我不需要算出來 我不需要算出來 那我就知道誰最小 好 丙最小 這就是我們的判斷的方式 判斷的方式 來判斷一下 誰的浮體比較大 誰的浮體比較小 用的方法跟前面教的是一樣的 可以嗎 可以 這個接下來的最後一題練習 又是給了體積 給了質量 然後給了甲衣餅 三個全部都丟到水裡面 請問你 誰的浮體最大 這三個 甲衣餅三樣東西 甲衣餅三個東西 通通都丟到水裡面去 有人可能承 有人可能扶 不管啊 請問你 誰的浮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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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 背後就是掛掉那個 什麼頭受傷還怎麼樣 誰的浮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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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他總路總要跌倒 你會發生的 C 蛤 你選C 請坐 你選了C 哪裡有抽一 就餅嘛 餅啦 餅啦 我們說要判斷沉浮 我們說要判斷沉浮 假的密度 比較小 會沉 假的密度比一大 這邊寫錯了 這裡寫錯了 他寫比一大 所以會沉 你的密度比一小 所以會浮 然後呢 餅呢也會浮 然後呢 假會沉 餅會浮 然後假的呢 浮力用排開一點 體積 它會沉下去的 全部都下面嘛 就排開一點 這一點密度 全部沉下去 體積20 水的密度是20 乘20克重 那麼餅餅是會浮的 浮的就用誰來做就好了 浮體原理嘛 浮體會等於物重 所以呢 你的浮力是40 你的浮力是60 那所以誰最大 所以就變成 丙的福利最大 所以就知道 丙的福利最大 所以答案就是 是就是 我們說 不需要計算 你 就是考試就問你 三個質量一樣 三個體積一樣 丟在一樣的液體 丟在各樣的液體 然後問你說 誰的福利大 誰的福利小 老師說 解題步驟一 先判斷會成會福 解題步驟二 搬出BVT 來幫自己判斷 如果這個東西判斷不出來 有無法用 就找什麼 找福利原理 如果會福的 福利會等於物重 會成的福利就小於物重 就是我們學會的判斷方式 可以嗎 OK嗎 OK很好